沾求财 那么这个卦沾求财 财谣有今在这里 财谣有今在这里 财谣很旺 但是士谣是什么 士谣是继神 这个士谣它有没有发动 画出财谣来 没有 但这个时候我求财 士谣是继神之士 你即便财谣这么旺 这个财 就一种感觉 这个财虽然很旺 但是他不敢往你那里跑 我是不愿意往火的地方去跑的 能理解吗 就这财跟我没关系 跟我的关系很薄弱 即便是这个财很旺 兄弟持世就像是我虽然很想要得到财 但是我是克他的 就像一个男生要追一个女孩子 他兄弟持世是一样的 他喜欢这个女孩子 喜欢 但是他的行为 是让这个女孩子感觉到讨厌的 你越追他人家越烦你 你越追他人家越烦你 可以理解吧 这就是继神辞世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继神辞世的一个效果 那么凡哉求财 也就是说这个卦象虽然我不得财 但是我的父母迎目来生世遥 所以我得到了货物 如果你再看到一个同样的卦象能不能这么断 当然同样的你可以这么断 但是你就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卦象你能不能这么断 我个人觉得不能 就是你求财 不得财就是不得财 你不能因为一个父母遥来生自己 就说父母遥是货物来生自己 可以理解吗 那为什么这个卦象他最终得了货物呢 也就是说等于说财虽然没有得 但是他应验了其他的好事呢 这个货物一定程度上他是不是也是钱呢 能理解吗 他货物一定程度上他是不是也是钱呢 即便零值了 即便零值了 你继神辞世这个财不愿意往你那里跑 荧幕来生世遥这是一定的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你可以把荧幕变当做是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个荧幕当做是有价值的东西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认为 因为刚才有同学说的很好 这个父母遥发动 他对于友经来说是干嘛的 是绝 这个父母遥发动 他对于友经来说是干嘛的 是绝 绝财的 仅仅是绝财同样加深了 财疑不好的一个信息 但他画出来的是什么呢 画出来的兄弟似伙是什么呢 画出来的兄弟似伙是什么呢 画出来的兄弟似伙 第一它是绝神 第二它是掌声 第三它是应邀 第一 绝首先是绝 绝处画出掌声 绝了财经营这方面 我要把你绝掉 但是绝处画掌声代表的是什么 一件事情到绝 绝了之后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 这绝处逢生就是一个东西 它死了 但是有新的契机新的转机 能理解吗 绝处逢生 第二画出来的兄弟似伙 正好是应邀 正好是应邀 这个父母荧幕绝了财 而有兄弟似伙是财的掌声 就是我可以把经营这事绝掉了 但是我会换一种新的生机 跟钱相关的东西来生到逝遥 所以它才是没有经营而得货物 能理解的敲个一 这是我个人对于这个挂枪的理解 我个人是不会因为一个荧幕 单独发动来生了逝遥 就把它当做货 我觉得这个判断太裸露了 就太直白了 一下子就因为一个父母荧幕发动来生 你这个荧幕为什么不是一条船 这荧幕为什么不是一辆车 对吧 它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一些信息文书 或者是消息之类的东西 给你个店铺 或者什么的 它有很多项在这里面 能理解吗 不是逝遥的掌声 似乎是有金的掌声 是金的掌声 不是逝遥的掌声 荧幕是逝遥的掌声 没错 它这是绝了有金 掌声有金 就等于这个金在这里 接受了绝和一个重生的过程 也就是一种新的价值方式 能理解吗 新的价值方式 这是我个人认为 个人认为 啊 好